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祸为什么如此频繁的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呢 当时孩子的父母又在哪呢 怎么就没看好孩子呢 这一切是巧合 倒霉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在讲述今天这件事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今年三月发生在广东惠州惠阳区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里的一幕 这名中年女子呢叫尹红 当时呢她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好家伙 直接都坐在人家办事柜台上去了 严重干扰了交警办公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呀 尹红这就讲了她现在顾不上那些 因为她九岁的女儿京京前几天啊 被车撞伤了 肇事司机不赔偿 她今天呢就是来找交警讨说法的 今天拿不到钱 她就赖这不走了 可是无论交警怎么解释 表示一切都要按程序操作 尹红就是不依不饶 估计尹红是看自个都坐上柜台了 还拿不到钱 竟然就以死相逼了 可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叫人瞠目结舌了 当时一名抱着孩子的男子啊 也跟着尹红冲出了大厅 男子手里的孩子就是京京 而这名男子呢 自称是京京的父亲 他是叫张杰 只见张杰和尹红呢 静止就冲向外面 之后张杰啊 竟然突然就把孩子 直接就放在这大马路中央了 之后呢 张杰和尹红也分别躺下来了 突出其来的举动 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这不是撒不爽不赖吗 这车来车往的再激动 也不能不管孩子的安危啊 看到这一幕交警 也是又惊又无语 只好安排一辆警车呢 停在他们的身后 防止过往的车辆 对他们造成伤害 可是尹红和张杰啊 非但没有半点体谅 面对警察的劝说 反而还变本加厉了 这话说的活脱脱就是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个样子 起初有人还觉得可能实在是担心孩子 尹红和张杰才会这么失控不顾形象 这也能理解 可是他们做的事呢 却又言行不疑 直接把孩子往马路中间一放 似乎根本就没把孩子的生死放在眼里 为人父母怎么会做出这么反常 甚至近乎于疯狂的事情来呢 这一切都源于发生在精进山上的那起事故 可是这起事故却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起事故是发生在几天前一个周五的晚上 当时呢警察接到了一个姓黄的男子打来的报警电话 黄先生说呢他撞倒了一名小女孩 这是黄先生行车记录仪拍到的画面 当时呢有一个小女孩从路边冲了出来 黄先生赶紧刹车 小女孩呢却已经倒在地上了 这女孩就是精进 之后呢一男一女过来了 就是张杰和尹红 一番争执之后黄先生赶紧先把精进送到医院 黄先生说当时检查精进并没有大碍 加上警察呢已经受理了这起事故 他就准备先行离开 可接下去的事情却让他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 那个检查报告说没什么事的 我说要拿信息给交警处理 他说不给我 不严计给我叫医生不要开那个证明 他就说最少都要三千到五千这样几种的人 我不给他钱嘛 就说一个电话就可以把我这样怎么样怎么样 说在医院恐后我的话说了好多 黄先生说当时他无奈之下只好拿出了五百块钱 交给了尹红和张杰 但是对方仍旧不肯让他离开 后来处理事故的交警赶来了 交警了解了情况之后表示一切按程序走 在扣押了肇事车辆和确定受伤的孩子可以回家观察之后 交警表示呢黄先生可以先离开 并且要求事故双方在周一前往交警队处理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呃 事发之后不久在交警队的这个大厅里竟然上演了这样一出闹剧 尹红说呢黄先生给他的赔偿款还是太少了 甚至声称这个交警处事不公 又来了又哭又闹 仿佛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当时看到这样的情景呢 交警都无奈的冷笑了一声 无语了心想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 你自个做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还没去找你 你倒主动找上门来了 怎么呢 警察这就说了 就在他们回看黄先生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啊 看到了令人发指的一幕 惊讶的发现这起事故大有猫腻 这个行车记录仪上看到的情况 还有这个事故现场附近了解的情况来看了 就跟正常的交道事故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事发时的画面 静静从路边冲了出来 然后被黄先生撞倒了 似乎没什么不对劲 可是注意看路边这俩人哈 没错 就是颖红和张杰 静静出事的时候 他们就在现场 通常孩子冲空马路 家长第一反应 那肯定是去拉了 可是颖红和张杰的反应却十分反常 任由静静冲出去 没有丝毫的阻止 甚至反而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一样 那样子就跟那个演员后场 一样在旁边注视着一切 当时他父母已经在这里站着 一直看着那个小车 他小女孩直接冲过来 作为父母你看 通常都是抱小孩这样 他就插着口袋这样 直到静静倒地 颖红和张杰才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可意外的是 他们第一时间竟然不是把静静扶起来 而是静止走向了司机 三子父母 当时在现场就多次跟他说 要现场处理 一次性赔偿好 不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开口就要钱 难道这赔偿款比女儿的性命还重要吗 这一幕让很多人都感到心寒 更是愤怒 要换一般的父母早就急哭了 可是颖红和张杰当时却仿佛早有预见一样 全程淡定同容 看着画面中 颖红和张杰从眼睁睁地看着静静被撞 到索要赔偿款这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这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有警察当时就想了 这还会不会是碰瓷啊 有没有可能是颖红和张杰叫错经就往车上撞 然后他们俩大人再上来找司机索要赔偿 可是这好像不太可能啊 静静只有九岁 哪有家长会教九岁的孩子去做这种事 可就在警察耐心询问了静静本人之后啊 从孩子的一番话里头 警察就秀出了一丝阴谋的气息 你被车转的时候痛不痛啊 车 哪里受伤了 脚 医生说伤情怎么样 哪里伤是怎么样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开快了又往下 所以就检查什么时候我都睡着了 经常碰到的都是脚 痛吧很痛吧 你是不是对车友害怕 我不知道什么的 我第一次的时候碰到很害怕 经常碰到的都是脚 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很害怕 难道说这次不是静静第一次被抓 就在把静静的这个信息录入到交通事故处理平台之后啊 那警察彻底就傻眼了 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头 九岁的静静身上竟然发生了三次交通事故 觉得到在非洲市江北 也有一种 也是他们三复理 也是这个交通事故 老师面带微笑 就是说不是那种害怕或什么啊 这是静静之前的一次事故里 当时司机行车记录仪拍到的画面 警察惊讶的发现 静静每一次被撞的情景都是惊人的相似 尹弘和张杰每一次都在旁边默默的看着 每一次都是先索要赔偿款 难道这全都是巧合吗 可是尹弘和张杰两个大人就是死咬着不松口 坚决说他们绝不是碰瓷 就是静静自个儿贪玩导致被撞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呢 都说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就在警察耐心的和静静沟通之后 警察终于从静静的口中挂出了那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他不愿意嘛 他说他不愿意 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然后那小女孩就没办法 就看到他扯过来他就转 那不是红车是怎么回事啊 妈妈叫的 就是说没钱 爸爸这样输钱 没钱就叫你去红车 对 红车 你就会 你妈妈和你就会有钱是不是 是 他会给我买好车 你爸爸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知道 你爸爸是 有没有阻止过 妈妈叫你不要去红车 没有 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妈妈说过你不想去红车 我说我害怕 他姐姐欠我 他说两个白事就要我 静静口中的爸爸妈妈就是张杰和颖红 为了钱 他们竟然连哄带骗 把九岁的女儿推向了车流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守护天使 可是张杰和颖红这样的父母 对经经来说那简直就是恶魔 当时呢 警察对颖红和张杰都恨得牙痒痒的 心想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冷血的父母啊 怎么会叫做孩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就算他们计划的在周全 就算他们在旁边看着 可是万一孩子真是被撞出个好歹来呢 他们难道就真的这么狠心吗 就在这时候呢 警察突然产生了另外一个怀疑 怀疑到底是不是犯罪行李人 拐卖来的小孩 利用这个小孩去实施这个碰瓷 这种乔寨那时候的犯罪行李 是啊 孩子跟父母血脉相连 是母亲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都说母爱是全天下最伟大的爱 要真是亲生的 怎么可能如此对待晶晶 难道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 真的还隐藏了个更大的阴谋吗 就在尹红和张杰被刑事拘留之后 警察呢 赶紧就给晶晶和尹红张杰 做了一个DNA鉴定 可是那鉴定结果 却再次叫人事料未及 那经过DNA鉴定的结果 表明了 这个小女孩 跟这个男嫌疑人 确实是亲生的关系 与这个女嫌疑人 不存在血缘关系 晶晶果然真的不是尹红的女儿 那尹红到底是谁呢 晶晶的亲生母亲又在哪呢 可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就算晶晶不是尹红的女儿 可她却是张杰的亲生女儿 这断了骨头还连着 张杰怎么会把自个儿的女儿 当成犯罪工具 让女儿去冒这么大的险子 在晶晶的家庭里头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刚才我们说到 尹红和张杰把九岁的晶晶 一次又一次的推向大马路去碰瓷 不顾孩子的生死 把孩子都当成赚钱工具了 后来调查发现 虽然尹红不是晶晶的亲生母亲 可是张杰却是晶晶的亲生父亲 张杰为什么要让女儿 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为什么要叫唆女儿去碰瓷 没想到张杰一听 似乎是满脸的无辜 说什么叫唆 什么碰瓷 谁碰瓷 我女儿晶晶碰瓷 我不知道 我没叫她碰瓷 哪个叫她去碰瓷 这么小的叫她碰瓷 以后长大了怎么办 我怎么我都不会把丢来瓶 我就说我去了 坐牢 我也把我小孩子带到身边 张杰强烈地表示 说我疼爱晶晶都来不及的 每天在外的辛苦赚钱图什么呀 就是为了给晶晶最好的教育 怎么可能让她去碰瓷呢 反正我是干不出这事的 绝对就是尹红教唆的 他因为没叫她 没叫她去 我带出去搞了一些 我会坐牢吗 肯定是让她搞起来的 我不怕 我现在我就不想 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说实话 张杰说尹红是她和晶晶亲生母亲 离婚之后结交的女朋友 算是晶晶的继母了 平时晶晶都是尹红带着的 说到这儿呢 张杰似乎非常激动 说我早就看出来 尹红不喜欢晶晶 可是没想到她竟然敢教唆我宝贝女儿去碰瓷 看到女儿受伤我都心疼死了 可是好像不对吧 经纪三次被撞的时候 你张杰可都和尹红在现场看着呢 怎么不见你阻拦呢 怎么也没见你上前去看一眼女儿 可是没想到张杰却说 我怎么没阻拦呢 我在心里头阻拦了呀 当时我那心里头都跟着了我一样 可是我那人他反应慢 没表现出来 难道反应慢也是有错的 张杰再三强调 这一切都是尹红策划出来的 自个儿来不及劝阻 真的是这样吗 至少在尹红这里 真相可不是这样的 他只要你发生什么事情 哭的声音全部什么事情 推得干干净净 他是这种人 我知道他 我已经习惯他了 我知道他是这种人 真的 我知道 他们十句话里面 十一句话都是假话 没有一句真话 他实际上他很高兴 很得意 他到那边去 我现在又住了一批大声音 摆在这里 高兴了 养严得意过来 要跟你别人说 才谈几千块钱 反正现在尹红和张杰都推得干干净净 但是当初到底谁先提出让晶晶去碰词 这已经是不重要的了 对于晶晶来说 实际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九岁的晶晶或许不知道 自个儿冲向汽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可能只知道听爸爸妈妈的话 才是好孩子 张杰和尹红却无耻地利用了孩子的无知 和对父母的敬畏 一次性地操控着经验 我只有一步听话 这个伤症和这个伤症和伤症和伤症 以前爸爸替我和伤症的 我这里这个 这里有个伤症以前 是前年的时候 我爸爸一活去把我推到着腿上 然后就扭了很多血 孩子不会说谎 身上的伤疤也不会说谎 晶晶在这个家里头流了多少眼泪 我们不忍想象 但是说到这里 肯定有人会问了 既然晶晶在张杰这受了这么多苦 晶晶的亲生母亲 为什么全家就没有一个人 出来阻止这一切呢 其实或许不是他们不阻止 而是无法阻止 据张杰说呀 晶晶的亲生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他觉得晶晶可能遗传了这一点 注意 是他觉得 张杰说 所以当初呢 他就坚决地把晶晶带离了这个身边 他们有好多都说 我来跟 我冰冰跟他妈一样有病 大了 他说 跟他妈一样的 他亲自妈妈 我说 我也没去检查过 明白了 今天我也忙着 没有时间去 忙着没时间给晶晶做检查 却有时间带着晶晶去碰瓷 去大闹 交警队 张杰对晶晶的爱再次被自个打脸了 那么晶晶到底是不是和张杰觉得那样 精神方面有问题呢 之后 警察带着晶晶到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 晶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但正是因为张杰把晶晶从老家重庆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广东 所以无论是晶晶的生母还是真心疼爱晶晶的爷爷奶奶 对晶晶都是想见而不得见 无法阻止发生在晶晶身上的一切 而晶晶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 却又是想逃 逃不了 妈妈打我的小宝爷爷来了 就是帮我求其 我没用 就是爷爷保护不了你是吗 对 那你觉得谁能保护你呢 这样的话 从一个孩子的口中说出来 实在是叫人有些心疼 当一个孩子原本以为父母能够为自己挡风遮雨 最后就发现伤他最深的人竟然就是这最亲的人 那时候晶晶的心里也许真的是有过新回忆了 听得出来 说这话的时候 晶晶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似乎并不乐观 甚至好像还带着一次绝望 可就在晶晶为家人保护不了他而难过的时候 却有另一股温暖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正在向晶晶涌来 那段时间呢 晶晶发现自己身边突然多了很多的陌生的叔叔阿姨 他们总是主动的送来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陪他说话陪他玩 这些人是谁呀 其实这些呢正是得知了晶晶遭遇之后主动伸出援手的社会爱心人士和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晶晶发现自从这些叔叔阿姨出现之后 自己的生活好像渐渐的就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没多久 晶晶就觉得自己好像跟做梦一样 竟然终于见到了千里之外的爷爷奶奶 原来当时为了更好的安置晶晶 经过相关部门的多次沟通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民阵局和重庆市民阵局联系妥当 决定呢先把晶晶送回到爷爷奶奶的身边 而当时一听说晶晶马上要回家了 好多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更是自高奋勇主动护送晶晶回家 26个小时之后晶晶终于回到了爷爷奶奶家 发下行李 很快还吃起了最喜欢的口味的泡面 看得出来晶晶在这里很放松 或许因为他也知道今后在这里 再也不会有人逼他做不想做的事了 而看到受了这么多苦的孙女 晶晶的爷爷奶奶也是心痛不疑 他们说虽然家里头并不富裕 可是今后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 不让孙女受到伤害 看到晶晶有这么疼爱她的爷爷奶奶 人们总算是稍微松了口气 可是好心人对晶晶的关爱 却并没有因此而告一段落 相反在晶晶回到爷爷奶奶身边之后 又有更多的人向晶晶 向晶晶的爷爷奶奶伸出了援手 不仅如此除了经济上的帮助 后来在多个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 很快还帮晶晶到新的学校插班学习了 也许年幼的晶晶还不善言辞 还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 但是面对新生活 相信晶晶是开心的 因为后来人们总共操场上看到晶晶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身影 在晶晶的脸上 人们也看到了久违的微笑 一个月之后 尹红和张杰因为涉嫌敲诈勒索队 被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对于晶晶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 可是晶晶还有爷爷奶奶 还有那么多社会好心人的关爱 这也许可以弥补一些晶晶曾经缺失的父爱 有人说这大概就是失之东欲收之丧欲 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 那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的时候 总会给你留下一扇窗 而希望很多时候都是从这扇窗里头透进来的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欢迎订阅 登上 期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